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我们刚刚谈到说 这个柯文哲要组一个新的政党 8月6号他的团队到底有哪些人 是一个大家都很瞩目的焦点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现在有一个想象 这个想象呢是创造出来 柯文哲可能会去跟郭台铭谈 然后两个人可能会有某种合作关系 那另外一个就是王津平了 所以这其实都关系到说 国民党内部的整合到底能不能够顺利成功 因为王津平在今天早上他也特别提到说 他仍然是要参选到底 这句话他已经说出来了 而且他的连署也持续在进行 已经有十几万 所以现在看起来国民党的内部整合 是一个大的问题 这个要请教柯委员就是说 那韩国瑜不是也很为难吗 他都已经用一个非常悬殊的比数领先 然后脱颖而出 可是你们这些人通通都没有要挺我 那国民党怎么办 我觉得韩国瑜最主要研究是说 他在整个初选过程当中 韩粉还有各个支持者彼此之间 在网路上互相的互骂 这个整个的伤痕到目前为止 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 那当然有一些的媒体 不断的有一些的不同的一个角度的支持 不同的一个候选人 这些都会造成让国民党的初选的情势 是相当的混乱 那我必须要说这样一个裂痕 失败者目前都在疗伤当中 而且这个伤也很难 透过过去什么大佬 彼此之间的这样子的协调就有办法 因为这已经不是个人 候选人个人的问题 可是选举剩五个月而已 所以这是国民党目前打得挫泪蛋了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 哎呀真的是这个天命啊 但是呢我们还是持续在努力当中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说九合一完之后 国民党情势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呢就是因为出现前手未有的 这个所谓的凝聚力 那我们知道这个韩粉 的确是百年来难见的凝聚力 可是相对人整个拓展力 也是我们目前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你刚刚说在这个整合 郭台铭我刚刚已经特别提到的 他已经高于国民党了 所以不是每个人可以说服他的 所以以韩国瑜目前的感觉 不是只有韩国瑜 他还努力的 但是呢我们其他人也很努力 但是都还是见不到郭台铭 郭董的情绪没有被平复 他的伤格没有在这个时候 得到某种程度的一个宣泄 没有人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来说服我们的郭董 重新再接受这个国民党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 那至少王金平 那王金平你也知道嘛 就跟韩彼此已经在从 这个选完之后 就已经是虽然维持好的一个关系 可是他还是没有表达 他今天还是跟我们讲说 他要继续选到底啊 我就没有啊 他继续要留在国民党 他不会拖打 他要选到底 那这盘棋到底怎么样 我目前也还在持续当中 可是他又不跟韩国瑜打 他已经说我不要跟他打 他绝对不会跟他打 因为他基本上面 他们两个是 也都是还是维持一点关系 但是你这个 这个三角形也提得太怪 这个王跟柯是完全没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交集啦 那王跟郭是好朋友啦 但是郭跟柯彼此之间 对不起就我理解 他们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交集 只是旁边周围的人 有一些的互动 但是就郭本身跟柯 他们过去 彼此之间还因为三创的案子 他有一些的心结 到目前为止 然后柯还大言不惭的 问人家郭说 你要不要把你海外的资产 也解释一下 你说他们两个都是谁 这种行李怎么合作嘛 所以这三角形 是类啦 那真的是完全是一种想象空间 目前就我对现实的了解 不太可能有这三角关系出现 不要把一些国民党候选完 之后旁边的人全部叫叫做会 然后全部把叫做会 然后这样可以增加中间选民 选举真的不是这样子 也对啦 就是说这个是媒体提出来 说不定会有这样子的想象啦 就是说你看他有陆军啦 他有资源啦 他有空军啦 哇听起来真是超强战队 舰队人耶 你这张表 把现在非蓝非绿 所有的认为政治人物里面 全部把它摳在一起了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想象 就是想说如果有出现第三势力 这些人如果大集合的时候会怎么样 对 但是就如同我们科委委员讲的 我觉得这个离事实很远 不要讲说他们三个刚刚讲的这个关系 底下斯大利那黄国昌 他一定会靠在一起吗 那后面这些有很多的这个台北市议员 还有柯家军 对那看起来 还有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 是 那就是原来柯文哲可以剪的 你想想看 如果8月6号柯文哲主党 然后跟他开会的人是 王国昌没有去参加 王金敏没有参加 郭才敏没有参加 他剩下的这些人在那旁边 对啊 你大家就知道说原来柯文哲你的实力 就是到这里为止 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个成语叫做 潜驢继穹嘛 所以你觉得他现在的讲法是说要攻立法院席次 所以对民进党来说你们其实并不是很 如果8月6号提出的人是这样子的阵营 我也不知道他8月6号会有哪些人在他的旁边 假设是我刚刚讲那样的阵营 这个要攻立法院都有困难 可能会造成一些局部区域立委的破坏 但是能不能真的像他讲的说 我要送这么多人进去立法院 他说要提实习啊 不是吗 提实习谁都可以提实习 问题是敌人能不能进到立法院 一军目前为止都是蓝绿贵队的 一军 二军才有可能 那二军基本上就是一军占不过嘛 所以这个一点都不亮眼啦 真的 其实刚刚宇嫂有提到 就是说到底除了柯文哲之外 他旁边占哪些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重要 黄国昌是目前江湖上有在传言啦 可是因为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他会加入 因为是在讲说柯文哲会不会接班人 选台北市长的有可能是黄国昌啦 但是这个部分就是纯粹江湖传言啦 那至于徐晋宁 周小平 这个是柯家军 柯家军 还有徐立信也应该算柯家军 这两个就是这个跟柯文哲的合作比较密切 其实还有一些了包括彰化的什么黄文明 然后还有这个新北的李婉玉也是主动说 他对这个柯文哲的新政党很有兴趣 所以宇韶你判断当柯文哲成立新的政党 他要主要攻这个立法院席次 你也不是很看好吗 我先说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铁三角的想象啊 在这个柯文哲表态之前啊 蓝绿啊都有一种焦虑 你问那个蓝营的支持者说柯文哲会不会选 蓝营说一定会 你问绿营的支持者说呢 郭台铭会不会拖党参选 他说一定会 只要从这个现象之后会发现出来是说 明年的选举非常有趣啊 除了传统的蓝绿政治之外呢 其实呢大蓝跟大绿啊都有分裂 或是呢都有获喜消强的可能 更何况连时代力量啊 这个小的政党都有这样的现象 那第二个有趣的现象在哪里呢 这个铁三角啊符合各方期待跟想象 蓝的也希望这样子发展 绿的也希望这样发展 更有趣的地方是当事人也不想要否认 因为呢这可以让各方呢满足最大的预期 而且好像大家都会怕哦 对这个铁三角 这个当事三个当事的当事的三个人 都不否认的原因在哪里 我让大家有这种暧昧想象的空间啊 我就可以维系我的政治能量跟被讨论度嘛 那蓝的人呢觉得柯文哲啊 如果出来选的话 也蛮好可以分掉蔡英文的票嘛 绿的认为如果郭台铭变政的话 所以媒体啊跟啊 我与舆论啊都带这种风向 那当事人也不否认啊 但我刚才说柯文哲要提实习 这个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不要人家看 我刚才说看破手脚 未提而提 因为有实习才有啊那个政党票嘛 你那个实习不提不出来的话 所以说实习是一个很重要的必要条件 跟先决条件啊 当然如果这个实习的区域委是很亮丽的 比这个版本要亮丽一点啊 否则这样都是属于市议员层级嘛 你应该要再往上加 OK 否则呢就变成为提而提 就是我为了分政党票 好 但这个地方就分两个部分 区域立委是否亮眼 第二部分是呢 其实我以为柯文哲最想要的啊 如果他不参选总统的话 他进选国会吧 现在已经这个说清楚了 部分是进选国会了 那政党票啊是他最主要想要的 所以说呢区域立委啊 勉强看得过去就可以了啦 也就是明年选举啊 分裂投票的情形会非常非常严重 也就是绿营选民呢 可能在总统投给蔡英文 但是啊 诶 政党票可能不会投给民进党 可能会投给其他小党 蓝营的民众啊 也可能是这样 如果在这个想象之中啊 有郭台铭的话 所以我觉得 当然现阶段第三个啦 就是如果柯文哲 在三个剧本之中 柯文哲单独参选的话 那当然对民进党冲击比较大 如果郭柯合作 这郭柯合作喔 不见得说谁赠谁负喔 其实啊 这个柯文哲主党还有另外一个想象啊 也许郭台铭选上之后 他可以变成党的这个发展之外 还有行政院长这个位置啊 这也是大家都在盛传的嘛 但是如果是郭柯合作 我说不是啊 政副手 郭柯合作 王院长我们先不要把他放进来啦 其实这个对蓝绿都有伤啦 国民党怕他选 民进党怕他选 对对对 他嗯 好 对对对 这是最完美的想象嘛 电视台愿意做这样的讨论 然后呢民众呢也有这样的期待 当事人也不否认 这一局真的非常非常的诡谴 非常非常有趣 我跟你讲 对对我要补充一点喔 我认为黄国昌绝对不会啊 跑到柯党 为什么 因为黄国昌啊 在两岸关系的立场之中啊 是比较偏向绿的 他还去参办了那个623反鸿梅嘛 对 然后他在反望中嘛 一路以来啊这个香港的议题啊他也是反送中啊 那你跟那个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 说不过去 在路线上跟意识形态上怎么结合呢 如果黄国昌做这样的选择的话 我就觉得黄国昌的支持者基本上是不能接受 而且还有一个这个评论是说 因为黄国昌其实形象非常好 他当时吸引的都是一些所谓进步价值的这个觉醒青年们 所以当进步价值觉醒青年如果要跟这些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这就感觉有一些不是那么的协调 所以黄国昌的血液的成分叫左跟毒啦 对啊可是呢 这个跟柯文哲有结合的部分呢可能只有左而已啦 OK批判跟进步 你那个毒跟右 他这个基本上已经被柯文哲已经被化归成为一中路线的广义的支持者嘛 其实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说其实还蛮辛苦的 就是说你要当首都市长已经够忙了 现在你要创这个党 然后这个党的党纲是什么 然后成员你要如何找人 你要找谁去参选 然后你跟这些人合作又有路线上面的问题 价值观上面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他接下来真的超忙的 而且对一个政党来说 我们跑政治新闻跑了20几年 譬如说新党纲出来的时候 哇一群明星 可是你看他现在 就是说他也慢慢的变了越来越小 清明党纲出来的时候 哇宋主席这个超级大明星 然后后面跟着一群明星级的省府团队 也是呼风唤雨 可是慢慢慢慢就是萎缩了 那所以现在当柯文哲 一个大明星出来的时候 不知道旁边有没有其他的明星 那也不知道说接下来的时间 他可以撑多久 其实这个都是柯文哲必须要去 很认真思考的问题啦 接下来要请教立捷就是说 好毕竟他阻挡这件事情 在网路上面势必是一个大家有兴趣的话题 所以从网路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讨论他的阻挡这件事情 是讨论哪些部分 还有说到底是正的啦 负的啦 赞不赞成啦等等的 会不会认为他亵渎了蒋味水 是的 时机姐 其实从整个阻挡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他讨论的内容 他其实阻挡的话 让柯文哲的所谓的变数这件事情 变得更加的重要 因为其实整个声量来看的话 因为阻挡来看的话 就会可以看出来说 他其实是有造成他一定的声量跟讨论量的 那整个来看的话就是 整体来说的话有占六成以上 大概六成五以上的部分的话 主要是在传他说 真的有阻挡这件事情了 大家其实是感到讶异的 就是阻挡这件事情 事实的传播这件事情 其实是占最大多数的 那再来的部分的话就是郭台铭 他跟郭台铭有没有办法合作这件事情 是第二大部分 大概占了25%左右 那再来的部分的话就是蒋味水啊 跟王世坚啊 大概都是占了三成 王世坚 王世坚为什么乱入 是因为王世坚的神预言这件事情 其实让他在所谓的网路上面讨论 是有一定的声量 在阻挡上面来看的话 先知先知就是他很早就预言 柯文哲一定阻挡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有一定的讨论量 再来就是蒋味水的部分 蒋味水后代的话是有批评他的 那还有一些负面上面的讨论 那其实从总体来看的话 他所谓的这一到两天来看的话 还是在传播所谓的阻挡这件事情 那名单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在网路上面其实是还没有发酵的 还需要看看后续的这个时间 然后让这个更多讨论 然后更发酵之后才会看得更为清楚 到底他会不会对于蓝绿政坛有一些 比较具体的杀伤力啦 那倒是他取名要叫台湾民众党这件事情 有些人就很兴奋很多柯粉 然后他们在网路上面急着说 我也要入党要怎么样才可以入党 然后党费多少啦等等的 可是也有一些人是觉得 他亵渎了蒋味水 那蒋味水的这个后代 其实也有一些批评啦 这些都是柯文哲接下来要去 看看他要如何解释 他要如何面对 那事实上他要成立这个台湾民众党 早在去年的时候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就已经预测了 而且连党民都很精准的预测 还有王世坚大家也说他是先知 因为他也说柯文哲一定阻挡 所以当柯文哲他说不要预测我柯文哲 我太难预测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好笑 因为其实还蛮多人 而且民进党的感觉上预测的还蛮准的 好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我们要来看看 本周政坛最引起网友热烈讨论的前20强 究竟有哪些人